民国101年9月19号 当年有非法业者企图以进口蟹苗为由 鱼目混珠 走私未通过药检的中国大闸线到台湾 满足民众持求蟹的欲望 索性在海巡术与海关情力追查之下 成功拦阻了一共600公斤 市价超过300万人的非法大闸蟹 不法的业者为了谋取暴力 从大陆进口的未经检验的大闸蟹 而且透过第四台购物频道 或者是一些便利商店的通路来广为销售 知道的货物还是有螃蟹苗 但是只有16件 16件80公斤 那剩下的一共有46件 600公斤是大甲蟹的陈蟹 那显然已经有续报获名的情况 维吾海关及时条例第37条 那我们海关当然会一挖主问 当年海巡署在现场一共查获 46箱非法进口的大闸蟹 来自中国的无锡 不过这些大闸蟹没有经过药检 可能含有致癌物 因此全部都要统统销毁 当年海巡署也提醒民众 秋天吃螃蟹一定要注意来源 以免进补不成 反而把进药给吃下肚 记得综合报导